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对NVIDIA之前全力投资后 对冲基金抛售科技股 美国商会主席访华 显示商业关系日益密切 航空股在欧洲创纪录高位时被抛在了后头 亚马逊加入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其他29家蓝筹股公司 约翰斯顿开发商被指控欺诈 寻求提前释放出狱 请大家收看 对NVIDIA之前全力投资后 对冲基金抛售科技股 彭博社 对冲基金正在以7个月来最快的速度抛售科技股 包括英伟达 在连续6周的买入潮之后 交易员正在套现他们在科技股上的赌注 并将资金投入较不波动的股票如消费品 高盛还指出 常用于衡量投资者恐惧的看涨 看跌偏差已经下降 而英伟达的零售交易活动 在上周处于99.96%的百分位数 然而 纳斯达克100指数 在最近几个交易日表现不佳 引发了对科技行业动能可持续性的担忧 美国商会主席访华 显示商业关系日益密切 彭博社 美国商会会长苏珊 克拉克本周将访问中国 与美国企业和中国官员会面 这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改善 克拉克将由前美国贸易代表苏珊 施瓦布陪同 此次访问是在华盛顿和北京 努力稳定关系之际进行的 此前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在11月份进行了会晤 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商业环境表示乐观 尽管许多企业仍对投资持谨慎态度 克拉克的访问与中国美国商会的年度感恩晚宴同时进行 预计中国副主席韩正将出席并成为荣誉嘉宾 航空股在欧洲创纪录高位时被抛在了后头 彭博社 尽管欧洲股市创下纪录性的上涨 但欧洲航空公司仍在努力从新冠疫情引发的崩溃中恢复过来 尽管整个旅游和休闲行业受益于旅行需求的复苏 但航空公司受到激烈竞争和波动的燃油价格的制约 分析师对该行业持乐观态度 并提高了利润预测 但基金经理对石油前景的不可预测性持怀疑态度 从估值角度来看 航空公司似乎具有吸引力 但投资者对该行业的盈利概况和对能源价格冲击的敏感性持谨慎态度 亚马逊加入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其他29家蓝筹股公司 美联社 亚马逊将被加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取代沃尔格林联盟 此举是为了在沃尔玛计划的3比1股票分割后重新平衡指数 这将减少沃尔玛股票在指数中的权重 此外 标普道琼斯指数希望增加道琼斯对消费零售业的曝光 以反映美国经济的发展性质 亚马逊加入道琼斯将使其在指数中排名第17位 共有30只股票 道琼斯不是华尔街的主要衡量标准 因为它代表了经济的一个狭窄部分 专业投资者倾向于关注更广泛的指标 如标普500指数 道琼斯和标普500的表现在历史上一直紧密相连 但由于标普500对大型科技股的重视 他们在近年来出现了分歧 道琼斯和标普500在衡量指数如何移动方面 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道琼斯更重视股票价格增加或减少的美元数 而标普500更重视股票的整体规模 约翰斯顿开发商被指控欺诈 寻求提前释放出狱 雅虎 爱荷华州的房地产开发商丹尼尔 佩蒂特因涉嫌欺诈罪被判蔑视法庭罪并入狱 他现在请求判决他提前释放 佩蒂特自1月份以来一直被关押 他还要求在电子监控下监禁60天 他承认自己的行为与以往不同 并表示希望弥补对他被指控欺骗的投资者的错误 在给法官珍妮沃特的一封信中 佩蒂特表示后悔没有在有机会时处理好这个情况 目前还没有对这封信采取任何行动 佩蒂特的财务困境始于疫情爆发 此后他被合作伙伴银行和投资者指控欺诈 他还将自己价值550万美元的豪宅的所有权转让给了一个指控他欺诈的个人 在房地产市场危机中 中国的商业房地产仍然稳定 南华早报 尽管对中国经济和市场持悲观态度 但中国商业房地产投资市场表现出色 去年该行业的交易额达到375亿美元 是亚洲最高的 略高于日本 这一强劲表现可以归因于国内投资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对物流物业和租赁公寓的兴趣增加 租赁住房的制度化 以及促进行业透明度和流动性的监管改革 世界贸易组织WTO负责人预计 由于增长动力不足 贸易增长将低于预期 彭博社 世界贸易组织WTO负责人奥康乔一位阿拉表示 由于多重经济逆风和政治保护主义倾向的转变 全球贸易表现低于预期 奥康乔一位阿拉强调了 除美国和印度外的主要经济体需求疲软 并指出战争和与气候相关的问题正在影响供应方面 他警告称 经济前景面临下行风险 并暗示WTO对2023年和2022年贸易量增长的预测可能过于乐观 由于美中之间的竞争以及美国阻止WTO的上诉机构任命新成员 WTO近年来面临挑战 然而 奥康乔一位阿拉还强调了一些积极的发展 例如东地问和科摩罗加入WTO成员 并在反补贴渔业协议的批准方面取得进展 航空业在新飞机短缺中紫色高潮 亚航表示 彭博社 航空业正处于黄金时期 座位需求远远超过容量 低成本航空公司亚航的创始人托尼·费尔南德斯表示 该航空公司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筹集高达6亿美元的资金 目前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 大部分飞机已经重新起飞 机票价格最佳 费尔南德斯说 亚航将与长途航空公司亚航X合并 创建一个名为亚航集团的新公司 该公司还计划全球扩张 并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飞往哈萨克斯坦 任天堂计划于2025年3月或之后推出 Switch游戏机的继任者 日经亚洲 据报道 任天堂将于2025年3月 推出其备受欢迎的Switch游戏机的继任者 新的游戏机 预计将具有类似Switch的手持功能 并使用更大的显示屏 推迟发布是为了简化初期销售 并给游戏开发者更多时间 来创作受欢迎的游戏 任天堂计划通过利用 其受欢迎的知识产权 包括游戏角色和电影 扩大新游戏机的销售 印度芯片战略取得进展 提出210亿美元的提案 彭博社 印度政府正在考虑 来自Tower Semiconductor 和塔塔集团等本土和外国公司的价值 210亿美元的半导体提案 这些提案是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发展印度制造业 并与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竞争的计划的一部分 根据该计划 印度政府将支付任何货币项目一半的费用 初始预算为100亿美元 战争和美联储塑造了以色列的利率决策 看起来像是一个不确定的抉择 彭博社 预计以色列央行将降息0.25个百分点至4.25% 以帮助其受战争影响的经济 以色列已经在今年年初 与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分道扬镳 降息 由于2023年第四季度经济收缩接近创纪录 央行可能再次降息 然而 经济学家对此存在分歧 有人建议维持4.5%的利率水平 富士通、日利等公司 将成立一家新的量子计算机公司 日经亚洲 日本的工业界和学术界正在共同努力 计划在2024财年成立一家公司 以商业化下一代高速量子计算机 该公司计划开发一种 使用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的如原子 作为量子比特的冷原子量子计算机 目标是在2026财年前创建一个原型 并在2030财年前 推出一款高性能商用设备 这家新公司将位于爱知县钢旗市 并与工业界合作 致力于量子计算机的实际应用 美元强势看起来像是一种新常态 彭博社 巴克莱银行分析师 Delmos Fire Talkies表示 美元的强势可以归因于美国经济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强势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将自己放在首位 通过支持国内经济 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来实现这一目标 Phil Talkies表示 支持能源独立等政策 还帮助美国成为净能源出口国 而该国的科技巨头也吸引了海外资金 杰弗瑞的Brad Beto表示 美元的强势也得到了当前高利率的支持 这是该货币的一个强项 然而 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出现恶化 美元可能会走弱 贸易战也可能如此 但在此之前 市场认为不会出现降息 美元将保持强势 Betto补充道 今日股市 亚洲股市大多下跌 而东京再次触及记录高点 美联社 周一 亚洲股市大多下跌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7% 上证宗指下跌0.7% 日本的基准日经225指数 再次创下记录高点 上涨0.5%至39309.76点 日元的疲软吸引了外国投资者 投资日本股市 投资者正在出售中国市场近期涨幅后的股票 以锁定利润 本周仍将关注企业盈利情况 几家美国公司将发布财报 还有更多有关消费者情绪 通胀和美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数据即将公布 在中国的拿铁咖啡之战中 瑞幸咖啡一直在击败星巴克 CNN 2020年因一起重大欺诈丑闻 而在纳斯达克摘牌的中国咖啡连锁店瑞幸咖啡 报告称其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了竞争对手星巴克 2023年 瑞幸咖啡的总净收入为249亿元人民币35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7% 而星巴克在2023财年 在中国的总收入为30.5亿美元 瑞幸咖啡销售额的激增得益于其快速扩张 在2023年底 在中国拥有16218家门店 几乎是前一年8200家的两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动态 首先 对冲基金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抛售科技股 这可能意味着市场对科技行业的担忧有所增加 其次 美国商会主席将访问中国 这表明中美商业关系正在日益密切 再次 欧洲航空公司在新冠疫情崩溃之后仍然面临困境 这可能是由于激烈竞争和燃油价格的波动 此外 亚马逊加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消息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将增加指数对消费零售业的曝光 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新闻 例如爱荷华州的房地产开发商被指控欺诈 印度推出芯片战略 以及日本计划推出任天堂Switch游戏机的继任者 对于这些新闻 我想分享一些我的观点 首先 科技股的抛售可能是投资者对科技行业动能可持续性的担忧 虽然科技股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行业之一 但投资者可能担心这种增长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其次 中美商业关系的改善对于两国的企业和经济都是一个好消息 这表明两国之间的合作正在增加 这对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是有益的 再者 航空公司仍然面临困境 这可能是由于激烈竞争和燃油价格的影响 投资者对石油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能使他们对航空公司持谨慎态度 最后 亚马逊加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可能会提高指数对消费零售业的曝光 这将使指数更加代表美国经济的发展性质 以上是对这些新闻的一些深入分析和观点分享 我希望这些观点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现在 我想邀请观众们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对这些新闻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正中的呼唤 建议都能最新的 或讨厌厂建议